作者 二根 演播 丸子 冯宝宝 后期制作 云曼 365集 朱雀星 天资最高之人 一团闪动着紫金色的幽光 自他的眉心飞出 应变其魂魄 王林双目一宁 大手隔空一抓 立刻把紫魂魄抓住 封印后收入楚无带 一代萧雄李元峰 就此身亡 王林沉默少请 抬头看向那被铃铛 与双方控制住的两个断臂 右手一招收入手中 随后身子一动飞向半空 此刻呀 雪玉国的那些化神修士 一个个军都以神石看到了之前的那场战斗 亲眼目睹了李元峰的身亡 一股悲愤涌上心头 王林身在半空 神石横扫整个雪玉国 传出了一道神念 从今天开始 雪玉国不允许有化神以上修士存在 不允许有任何修真门派存在 否则我还会在 王林元神意境一动 顿时天空之中再次出现了生死轮回化轴 在王林异点之下 这化轴之内飞出十多道灰气 转眼间向四周散去 钻入雪玉国每一个化神修士体内 封 一字之下 所有的化神修士 修为立刻被王林的意境所封 与当年李元峰封印王林一样 在这些化神修士的额头上 此刻均都留下了两道痕迹 这两道痕迹一轻一皱 代表生死 他们的修为一落千丈 做完这些 王林一拍楚代 温兽飞出 拖着他向远处飞去 渐渐消失在天边 此战之后 曾牛失踪在线的传闻 立刻传遍整个朱雀星 曾牛之名彻底的坐实 应变七下第一人 甚至有很多人确信 这曾牛修为已达应变 没有人怀疑曾牛的实力 战胜应变七李元峰 封印一国化神修士 把一个五级修正国 硬生生的逼落两级 称为三级修正国 这种事情 让所有知晓之人 纷纷震惊 纷纷失色 此刻 在某个三级修正国的 一座小镇内的胡同里 坐着一个老头 在他身前那儿 还放着一个小盆 里面零散地放着一些桶子 这老头全身邋遢 蓬头散面 在他的身边 恭敬地站着一人 此人面框耳大 相貌其异 若是王林在此 定会一眼认出这个熟人 嗯 这曾牛好大的手笔 居然可以杀了一个鹰变妻修士 不简单 老父当初 果然是慧眼哪 哈哈 哈哈哈哈 老头摸了摸瞎 抬头看了看身边那人 又道 曾牛 帮你使得血玉国 成为三级修正国 你也帮他一把 去会会那个柳梅 那你戴着我的草帽 如此一来 即便不敌 也可逃走 看看这小辈的 千幻无情道 到底达到了何种程度 面框耳大之人 恭敬地称世 抬头中 遥望血玉国方向 眼中露出一丝 回忆与惆怅 待此人走后 老头站起身子 把盆里的铜子 一一拿起 放入怀中 自语道 还差十二年 朱雀子 老父当年与你赌斗 输者自罚千年 还有十二年 老父便自罚结束了 他深吸口气 身子一动 消失在了原地 真是头痛 老父宣去的四人 救赎这个子心最麻烦 没事惹那憎牛干什么 被扔入空间裂缝内 还要老父去把他带出来 若不是此女 是日后前锋小辈的 道心裂痕 老父才不去救你 前锋 前锋 诶 此子是老父一生所见 天资最高之人 红蝶与他比较 都差上一筹 增牛与李元峰的一战 传遍了整个朱雀星 能让一个五级修真国 跌落至三级 这种天大的事情 几乎所有修士 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此刻 朱雀国的朱雀山上 后山进地中 前锋捏碎了手中的传音玉剑 他目光闪动 烧紧之后 自语道 怎有 杀了李元峰不算什么 他只不过是一个强行提升上来的废物 若你能杀死那巨魔族老祖 那么你才有资格 勉强成为我的对手 在他的身后 红蝶安静地站着 双目空洞无神 前锋回头看了红蝶翼 邪翼的一笑 说道 嘿嘿 杰青 想不想再与这增牛一战 这可是你当初 元神祭灭前的最大愿望啊 在整个朱雀星流传着 增牛与血玉国一战的传闻时 这增牛却又再次失踪了 王林离开了血玉国后 立刻寻找一处幽静之地 拿着封印的两个断臂 整个人进入到天逆空间内 他此刻站在司徒南 那巨大的原因之下 两只断臂 在来到这里后 立刻被他解开封印 在解封的瞬间呢 这两个断臂 立刻诡异地飘起 在司徒南 巨大的元神四周徘徊 王林目不转睛地 望着眼前的一幕 眼中露出凝重之色 他之前便猜测 这两个断臂 是当年司徒南的肉身 此时内心更加确信 司徒南的元鹰 几百年来 第一次传出了一丝颤动 紧接着 一股精芒从元鹰上散出 立刻把断臂笼罩在内 慢慢地 断臂向着元神靠拢 最终消失在了元鹰体内 王林可以清晰地感觉到 司徒南的元鹰 以一种极快的速度恢复着 从半透明的状态 慢慢凝食起来 烧紧 元鹰之上的精芒消散 再次归于平静 此刻的司徒南元鹰 已经彻底凝食 只不过仍未苏醒 当年司徒曾说过 只有我到了鹰殿期 才具备救他苏醒的神通 当年他语言不详 此刻看来 恐怕与先例有关 王林沉默少许 看了司徒南的元鹰一眼 随后目光投降一旁的父母魂魄 他蒸蒸地看了许久 苦涩地说道 爹 娘 海尔本应送你们进入轮回 可我却是不舍 许久 王林轻叹一声 转身离开了天逆空间 那断壁 果然是司徒南之前的肉身 就是不知 在这朱雀星上 是否还有这残破肉身存在 王林从天逆空间内走出 抬头看向远处 那里是巨魔族所在的方位 李元峰的魂魄 我已经探查过 他当年也是偶然中 得到了这两个手臂 并没有其他线索 王林微微摇头 脚步向前一踏 身影消失了 仙剑在巨魔族老祖手中 必须要取回 当年孙泰 与巨魔老祖一战 最终巨魔老祖 用出天赋神通 战胜孙泰 可最后 确实也被孙泰的一具 童子傀儡所上 追逐之下 生死未知 不过即便是此人没死 失去了肉身 也定会要寻找一具新的躯体 适应心体的时间 可长可短 不知此人现在 是否已经完全适应 王林一步之下 出现在了一处 不传颂正外 巨魔族老祖 与李元峰不同 李元峰是强行提升至应变 但这巨魔族老祖 却是凭着自己的修为 一力修炼至应变 况且 这巨魔族的战斗方式 与古神有些相似 恐怕 这巨魔族的先祖 与当年的古神一脉 有些渊源 如此一来 与他一战 我没把握 王林眉头微皱 在古传颂阵外亭下 没有上前 这个传颂阵呢 其内有一个节点 正是通往 巨魔族所在之处 王林脸上阴晴不定 沉吟起来 这些都不是重点 最主要的是 这巨魔族老祖的天赋神通 连应变中期的孙太 都有些顾忌 甚至 最终此人 也身不由己地 被吸入那漩涡之中 如此一来 我与巨魔老祖的一战 把握更小 战 还是不战 王林生平很少见的 在这传颂阵外 迟疑起来 战 胜负不定 独战 会错过杀此人的最好时机 若是等他彻底夺赦成功 再杀此人 却是不知要等何年何月 而且此人急于杀我 定是因为 那当年看到了 天逆珠子的巨魔族人之隐 王林活了五百年 即便是再吃傻之人 也会成精的 更何况啊 他不但不傻 反而极为聪明 五百年的时间呢 使得他看事情 更为透彻 结合蛛丝马迹 他在两年前 苏醒之时啊 内心便已经 把事情的缘由 看透了 王林目光闪动 脚步一踏 进入古传送阵 拿出一块鲜玉 放在阵眼之内 顿时啊 一道虚影之木 出现在他身前 其上有十多个光点 闪烁不断 王林右手在其中 一个光点上一碰 顿时啊 虚幻之木消失 传送阵 开启 在阵阵光圈灰映中啊 王林的身影 慢慢消失 朱雀大陆北部 毗卢国内 一处古传送阵 此刻啊 闪烁着刺眼的光芒 光芒散去后啊 王林从旗内走出 他身影未停 出现后 立刻消失 直奔 炼魂宗而去 炼魂宗三风 沉静在夜色之中 从下向上看 好似刺入 月光云霄的 三把利刃 带着一丝寒毛 王林的身影 出现在炼魂宗外 直接穿过大阵 向着九道金色光环飞去 九道金色光环 闪动间那 一个中年男子现身 看到王林后啊 脸上露出复杂之色 随后暗叹一声 恭敬地抱拳说道 在下欧阳天 见过少宗 少宗 王林目光一闪 立刻知道 定是顿天哪 已经把与自己交谈之事 告知了这些化神修士 王林抱拳 点头说道 欧阳道友 我要见顿天师祖 欧阳天摇头说道 少宗 顿天师祖已经闭关 临闭关前曾说 不到万不得已 不要把他唤醒 不过 你来此之事 师祖已然猜到 让我在此等候 给你两样物品 说着呀 他脸上复杂之色更浓 扔出一个除袋 王林不动声色 接过除袋 一扫之下 立刻 面色变得古怪起来 欧阳天苦涩一笑 说道 少宗 是顿天师祖 清定的下一任继承者 在下 在炼魂宗七百多年 这还是第一次看到师祖 会把此物给人 虽说并非主藩 而是虚幻纷纷 他之前呢 受顿天呼唤 交给他楚代 让他等候王林 并送出之时 曾暗中神石扫握 顿时震惊不已 若非对炼魂宗 忠心耿耿 对顿天师祖 极为敬畏 心中啊 定然会生起 滔天的贪念 楚屋带内 只有两屋 一枚玉剪 一杆魂帆 王林拿出玉剪 神石一掃 烧紧 他深吸口气 隔空对着顿天 闭关的血环 深深地鞠了一躬 轻声道 作谢 声音虽淡 可王林的心呢 却是记住了 此恩 说完呢 他向欧阳天 一点头 身子向后一探 消失在了 炼魂宗上 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的 长篇 玄幻修真小说 《仙力》 作者 耳根 演播 丸子 冯宝宝 后期制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仙力》 演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